這次長總統大選 如果查到真的是國家情侶介入 我說太英文便算 那就是水門案 太英文問答案 如果你說謊 但如果這個韓國瑜就可能當選 對他聲勢大掌 那你更應該告 對手用拉薩布 但是他又不告 今天韓國瑜這個指控國家 用國家機器 類似美國水門案的方式 來監控你 這麼重大的指控 你不讓 你不讓警察進行調查 而且是你高雄市管理 你高雄市自己的警察 你都不敢讓他調查 請你道歉 你就是說話 他就是故意要拉起來 你這個重大的指控 連你旁邊那個阿嬤小狗 什麼攀橫劇都說我也有 好 你做得這樣指控了 檢察官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說 這個請趕快的被案 我們要來調查 警察局主動要來調查 你通通拒絕 還說我決定不提告 你做這麼重大的指控 卻不敢提告 我不敢讓你調查 所以重大的指控 如果有 這個政府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如果沒有 你有什麼資格跟人家選總統 他其實就是知道這件事 他就是把你搞成藍綠對決 他要換死那個生人的人 痛恨蔡英文 東廠這個幻覺 沒有 沾上針堅講說 幾分證據說幾句話 對啊 那個韓國瑜敢講 我相信他有證據 他也不敢跳進去 對啊 不敢跳進去背書 所以一個中國國民黨 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做了一個在全地球民主國家 都是重大指控的事情 你敢獲犯 因為有一說是說打在引擎蓋 裝在引擎蓋上面 我真的沒聽過 那個很天性 這個王淺秋的說法 是在引擎上找到的 引擎 那引擎上找到 有電磁波 溫度又那麼高 而且電磁會爆炸 裡面還有記憶卡 對 裡面還有記憶卡 其實追蹤器 不好意思 如果是引擎蓋上面 它大概會放哪裡 不可能 不能放那裡 根本就沒有人 我會有人放那裡 那如果放那裡 會有什麼危險 就爆炸 這個東西沒用 這個器材一定掛掉 因為第一點它有電池 高溫 高溫 而且這裡有塑膠 而且它裡面要有 大顆大的卡 才可以回傳 坦白講 如果說真的有找到這東西 交給檢查單位 上面第一點會有指紋 可是有些人比較厲害 會他戴手套 可是最終裡面 要有張大顆大的卡 大顆大的卡 交給檢查單位 可以知道這個卡 是誰在跟這個 跟這個做聯想的動作 就知道 就知道是誰做的 可能好幾個人在監控 都有可能 所以要查不難 可以查出儀器很簡單 用儀器就可以查 就是要查到追蹤器 用我們這種儀器 專業就可以查到 可是查到追蹤器之後 你要知道是誰裝的 交給檢查單位 就查到 會下載一個APP APP就會知道這個車 之前開過到哪裡 現在在哪裡 成績在哪裡停接 都有 那可是說真的 有做這個連線動作的話 基本上都有 就可以知道是誰 如果這個事情報案 查出來是國家記憶介入 你也聽蔡英文嗎 我告訴各位 是誰下令的 你知道嗎 就是要處理 是誰下令的就要處理 然後這個可不是 不是你的妨礙秘密罪而已 那麼現在因為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是告訴乃論的妨礙秘密罪 所以全天下只有一個人 有資格就是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一定要告 如果你不告就是自導自演 所以韓國瑜一定要告 然後告了以後 如果查出來真的是國家記憶 查 無上限的查 你知道嗎 到底是誰幹的 把他移送法辦 移送法辦就不是妨礙秘密罪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